这节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是鸡尾酒会和冷餐会 鸡尾酒会是西方传统的一种宴会形式 服务方式灵活,气氛轻松愉快 宾客到达和离开的时间也很自由 可早可晚,可迟到可早退 不受约束,不拘泥于礼节 比较适合现代节奏 鸡尾酒会以酒水 特别是鸡尾酒和混合饮料为主 配以适量的佐酒小吃 如三明治、果仁、肉卷等 不设专门的餐台和座椅 仅设小桌或茶几 宾客可随意走动广泛的接触交谈 鸡尾酒会举行的时间比较灵活 进行时间相对短暂 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人数可多可少 地点随意 台形设计无定式 宴会前的鸡尾酒会 如小型的可设在会见厅内 或利用宴会厅内一角 现有的茶几设置 不设菜台、不设座位 在厅室的左右两侧摆上酒台 供服务人员送酒和备餐之用 大型的在宴会厅前的中厅内举行 靠近中厅入口处安排酒水台 并在适当部位放一些酒吧高原台 是厅房面积大约每30平米内放一张 宴会后的机尾酒会 50人左右的小型机尾酒会的话 场地可选择会见厅、行政酒廊、宴会厅的休息区域等 可利用现成的沙发、茶几、令设咖啡、酒吧台和小吃台 商务型机尾酒会可按客人需要搭建舞台 供主人讲话和小型乐队演奏使用 舞台背景的布置要符合酒会的主题 会场内可放一些小圆桌或小方桌 不放椅子 按照菜单与人数摆放酒台和小吃台 在机尾酒会上 通常应准备较多的饮品 包括各种鸡尾酒 以及混合饮料、果汁、汽水、矿泉水等 一般不用或少用烈性酒 食品最多为三明治、面包拖、小香肠等各种小吃 以牙签去食 在酒会进行过程中 饮料和食品主要由服务员用拖盘端送 冷餐会 冷餐会也是西方经常采用的一种宴会形式 其特点是菜肴以冷食为主 连同餐具一起陈设在专门的餐台上 供客人自取 分为摄作与不摄作两种形式 可在室内或室外花园里举办 就餐方式比较活泼 宾客的挑选性强 不拘礼节 特别适宜于宴请人数众多的宾客 并且有利于宾客的相互交流 冷餐会菜台拼搭的桌型变化 要服务实际需要 可组合成各种图案进行摆放 如U型、V型、Y型、三角形等 不设作冷餐会的布局设计时 应注意 客人站立式就餐 时间不会很长 菜台设计要加快客人的流量 四周可摆放少量椅子 以供女兵和年老体弱者使用 空旷区域较大 菜台的布局要松散 相互之间要有呼应 舞台设计要小 即使有演出 也是独奏类的节目 一般不设主宾席 设作冷餐台的台型布局设计时 可以使用小圆桌 每张桌边摆放六把椅子 在厅内布置若干张菜台 也可以使用食人桌 摆十把椅子 将菜点和餐具 按照西餐美式用餐的形式 摆放在餐桌上 同时可按照出席人数 用12到24人大圆桌 或长条桌形 进行主桌台桌面设置 菜台已摆放在宴会厅四周为佳 在人少听大的情况下 菜台放在中间也可以 并在一角落设置酒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